馬唐宮 董教授 我今天帶媽媽來 因為 她做這個房 所以這裡鑒 seam 是從去年的200左右 我們做到現在五月底了,差不多有十五個月了。 那有很大的進步,你可以看到身體正位的問題, 改善分享非常大了。 那可是我在想,是不是有其他的, 因為做這些,像手啊,現在就是手的僵硬度,還是很嚴重。 還有那個膝蓋,膝蓋非常的僵硬,沒有辦法拉直。 所以我在想,我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做, 所以我就想說,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再交進來, 讓我媽媽的不遠的這個路可以更快一點。 雖然在別人的眼光裡面,已經是神機了啦。 已經很奇蹟了啦。 一般的情況都是告訴我,沒有惡化就好了。 但是醫生的觀念是這樣子。 可以實現狀況就算了。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現在雖然是比我們預期的, 他沒有惡化,而且還有進步。 那我就想說,就是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加進來。 那期待明年的時候,明年此時,我媽媽就可以坐起來, 然後可以站起來,這樣子的狀況。 對,我的期待是,我媽媽可以走路了啦。慢慢的。 最終可以不要推著。 也許遠一點還是推,但是推了以後, 他至少可以下來走幾步路, 然後可以吃點東西。 雖然冠石可能沒有辦法完全拿掉, 至少可以相守一下啦。 對,體貼是一種快樂的事情。 對,可以吃點什麼好吃的啦。 吃個香蕉啦,吃個布丁。 這是我對媽媽的期待。 希望能給媽媽的禮物。 好,我們加油喔。 好,我們加油喔。好嗎? 這個喔,他記得講的,我們要一起努力喔。 好不好? 好,好。 那,我就,因為,像我認為說這個, 因為武士療法這個,防腿健康法是一個基本嘛。 是。 有了這個基本的以後,我們就可以在上面蓋房子。 所以我就想到,我想到我剛剛來認識你的時候, 跟我介紹蠻多的東西。 好。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我們不要貪多。 好,慢慢。 好,你把這個機組打穩了,做出一個成績來。 我們再往上面降,走的會比較軟一點。 我們所謂按部就班。 所以,我覺得現在,雖然手啊腳還是有全區, 但是至少這個身體正位的已經有非常多的改善。 而且他的頭,他的頭原來是跳得很高的。 所以你看他現在,其實這個拿掉。 他慢慢慢慢會下去。 所以我通常,我是不給他弄的。 因為弄了他就會定性。 你他弄了他就高下,就反而不好。 所以我通常是會這樣做的。 讓他自己慢慢慢慢下去。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來,就是想說,是不是有辦法喔。 我再往前,再走一步。 就說,因為我那時候來的時候,我介紹我其他的方式。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是不是可以先把身體正位處理好。 因為我自己處理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處理的時候,那個膝蓋。 我處理完的還是有高地長。 所以這一點,我還是要跟您請教,怎麼樣處理到。 那你來做我們看什麼地方喔。 好。 謝謝。 來咧。 來咧。 我最想說,你做看看身體正位。 可以怎樣? 啊。 好。 我填ement還是什麼? 這iksi Father & 和 柔子。 我口罩的想法缺dom,我們要多糟糕。 不是錢啦。 reporter 紫 breast llevar cuenta傑 nunca invent的是什麼? 還有彈性。 慢慢一點點呢。 有時候幫他噴一點鑰匙 是吧 有時候幫他噴一點鑰匙 是吧 最重要還是要動 鬆啦 鬆是要 不動氣勢就不會不舒服 這隻手他幾乎都沒有通 對 我們弄症的時候 我們試試一下 我常常講那是什麼 運動 有沒有需要運動 但是那個是必要企壓 壓 壓 肌肉就跟著 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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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我没事 可是妳幫牠動手腕時,怎麼會咳嗽? 蛤? 會咳嗽? 可是我有看的就叫說這是好現象 就動到牠 不知道為什麼動這些地方 牠的咽喉 妳手掌那本身就是穴位的其中一點 跟腳底一樣 都是那種色區 妳就要用很多順序 很多順序就在桌上上去 然後吸收一片 然後再放這樣 會怎樣 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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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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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